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要為大家示範的是一些傳球的比較困難性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要騎我們的隊員小觀光來 那我現在做這個動作就是前面會有人示範 那這樣大家才知道該怎麼去做這個動作 那這個動作可能就是平常在球場上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困難壓迫性的時候 你所做出來的這些動作 那我現在要為大家示範的是跨步傳球 跨步傳球一樣延續前面那些動作 著心腳 這個一定要再三強調 就是著心腳跟移動腳 那這個時候我做一個描覽 做一個描覽的時候 對手已經手伸上來 那你沒辦法做描覽 你也沒辦法投 那你的隊友在前面的話 你這個時候也沒辦法傳 那你這個時候就跨出的內部 找這個空間 然後傳過去 這樣你的隊友才會很順的接到你的球 他就可以有空檔機會 他就可以出手 我現在跟大家在講一片 跨步傳球 我們在跨步傳球 我們內部跨出去的時候 記住 你跨出去內部的時候 球落到這 不要在這邊 因為你這樣傳出去的話 可能球他直接被對方撈走 那你拉到這邊的話呢 你要傳的時候 對方手會來撥 你這個時候手這邊可以擋 那這隻手 就可以進行傳球了 那為什麼跟大家說要彎腰呢 因為你這個時候 你在描覽的時候 你都沒有空間 你也沒辦法傳球 那這時候你做這個跨步這個 你彎腰 你這空間都可以有你的 因為他重心是高的 你的敵人他重心是高的 那你瞬間往下的時候 你是跨出他的那個防守範圍 你這樣傳球的話就比較順 你這樣進行 這根部的我們也沒辦法 你狠狂的 如何セb的 你這樣進行 你這樣就幫她 叫你去嗎 不要讓你踏走 不要讓你踏走 你這樣進行 動你 沒錯 跟你的開範圍 不止 那這個時候 你 и 你 那我們現在要為大家示範的是 連續剛剛前面那個動作 可是這個動作是你的敵人的時候 他會直接上去壓迫你 那壓迫你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你連船 連運 連跨步都沒辦法 你這個時候要後拉 往後面跳 然後拉出一個空間 這個時候你再做一個跨步 在傳球 他整個對手壓上來 這樣找空間 我可以看看 我們要去做一個空間 我可以把它們用來 我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要在地囂嗎 那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要去做一個空間 我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要去做一個空間 這個時候要來 我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要去做一個空間 我們可以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